对于车迷们或者想要买车的人来说 最兴奋的是就是喜欢的品牌发布新款吧 在下半年上市的车型还挺多的 主要是SUV车型 BBA也会相继推出自家新款 日系车也不甘示弱 这款车刚刚上市 是性价比最高的豪华中型SUV之一 全新一代就是漂亮 英菲尼迪QX50在10日上市 它是日系车里的豪华品牌 刚一推出就被它漂亮的车型吸引 首先外观上市宁非尼迪家族式设计语言 前端超大的网状进气格杉 在格杉内部线条上更柔和 边框的银色镀铬做了重影设计 层次感更丰富 车灯造型前系后宽非常犀利 内部是LED日间行车灯 与远近光灯搭配组合 LED灯组用类似镂空正方体的设计非常精致 车头下方的线条张力十足 将空间打造与柔美多边的线条融合在一起 让这款车颜值提升了不少 车尾设计非常饱满 虽然不是贯穿式尾灯 但是在中间部分增加了一条弧形镀铬条 像一座桥梁一样很有创意 在内饰上采用科技感十足的设计 整体配色是以白色为主 灰色深蓝色为辅 整体横向一条深海鱼类的色调非常高级 中控布局很精致 原盘是液晶显示屏和多功能方向盘 实现在豪车标配 双屏液晶显示屏非常高大上 物理按键数量很少 挡把和旋钮按键采用高低错落的位置摆放 增强了视觉丰富感 同时配置一键启动 电子注车 胎压检测 刹车辅助 定速巡航等一应俱全 配置很高 动力上搭载2.0T可变压缩比发动机 最大马力272匹 最大扭矩380牛米 匹配CVT无极变速箱 综合油耗7.4 性价比很高 相信会给在售的SUV带来不小的压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